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而路虎的钢板叫后是出名的 并且他股价也较高 在视野上像是开着坦克 这种感觉让不少男人开上路虎后 会产生一种路虎在手天下我有的想法 一般情况之下 一些小车遇到路虎都要躲着走 要不然和其发生碰撞 那就是被菜的名字 不过就是强大如路虎 在中国公路上依旧不能称王称霸 在中国公路上还有这样一种神车 堪称道路无敌霸主 无数车辆看到他都要躲着走 就是豪车也不例外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火车 当路虎遇上大火车 即使钢板载后事故发生时 他真的就能幸远于难吗 不妨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温州便曾发生过一起 路虎和大火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路虎车主以为自己开的是汽车中的坦克 便非常任性地在两辆大火车之间进行超车 结果路虎被两辆满载的大火车夹在中间 瞬间就严重变形 现场图片让人不寒而栗 即便钢板载后又如何 一旦遇上体型庞大富和超重盲点颇多的大火车 依旧是被虐的命运 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 路虎车上只有驾驶员一人 只是受了点轻伤 也在此告诫大家 安全是在于人 而不是在于车钢板的厚度 所以开车必须谨慎和小心 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安全驾驶 以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